- 您能想像這都是用手機拍的嗎? 以不同的運行方式搭配合適的燈光音效 就可以產出令人驚豔的作品 中家啟動有限電視 在停課不停學期間 邀請馬克導演線上教學 見得國小小朋友們跟著導演學拍攝技巧 開啟對自媒體的新視野 現在線上學習已經佔據了孩子大半天的時間 所以媒體素養正是孩子所需要的能力 謝謝馬克導演為我們班進行的教學 有別於國語數學的課程學習內容 孩子們都覺得馬克導演的這堂課非常新鮮 非常有趣 因為他們在課堂中學會了拍攝的技巧 然後也親自拍攝覺得很好玩 更讓他們學會了如何分辨假訊息 這堂課真的很值得 小孩子都覺得收穫很多 好的想法還要搭配好的拍攝技巧 才能產出吸睛的作品 而只產出作品還不夠 還有讓孩子們擁有思辨、判讀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有啊 各位小朋友你們在照片裡面看到一篇新聞說 英國王子在大眾面前秉中止 你只會看到一篇新聞這樣寫 那但是呢 它的真相是什麼 它真相其實是這樣 看到了嗎 這幾年在很多地方教課 這半年來就很多課程轉為線上 那我必須說這次上的這堂課 是我上的最開心的一堂 大家人都會比較害羞 我這一次的這個 跟針對小朋友開的線上課 大家反應非常熱烈 就我完全感受不到我是在線上上課 因為你在上課的時候 小朋友他們都會七嘴八嘴的要搶著回答啊 然後還會問問題啊 然後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當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有遇到一些技術性問題 那小朋友還會互相之間 去指定某個小朋友 他要幫他忙這樣 然後大家都會互相提供援助 結果那個熱鬧的程度 你就會覺得你好像在 親自面對小朋友上課一樣 那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如何遠離假新聞 這個議題原本是 感覺是蠻嚴肅的東西 那我以為 其實我在對成人在上課的時候 有時候都覺得有點艱深 但是這次面對小朋友上課的時候 小朋友反應異常的熱烈 那就是從來中間完全沒有人場 那讓我感到非常的開心 導演也以議題為導向 教孩子聰明解讀 透過查證分析 孩子們不是被動的知識接收者 而是開始擁有思辨力的獨立思考者 再加上手機APP 或者是相機、攝影機的操作技巧 學生自己就能拍出一部有內容的作品 記者蔡小君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